台湾的迷雾誌 背著背包跟我一起踏平 一個一個鄉鎮 散落一點一點幸福的感動 台灣迷雾誌帶牛迷雾 先旅行台灣的日誌 我是瑞萱 帶你走遍368個鄉鎮 去尋找最在地的迷雾了 聽說這裡有一種經濟哲學 它是從出出來的 而且這裡有如海上樂園一樣 大家上班開的不是房車 是漁船喔 而且更厲害的是 這裡還是全台灣唯一的珊瑚道 先你們猜猜這裡是哪裡 它重新斷掉之後 它還會自己在找 是喔 生命力很強 它在我手上爬覺得尿尿 很噁心 很像蟲在手上爬耶 這個好吃… 就是吃起來甜甜又鹹鹹的 吃起來都不會油油膩膩的感覺 是很酥脆的 不會讓人咬不下去的感覺 喔 一夾就來上去 超近的 好可怕 超怕它咬我的 它的口啊還是清水便 因為它的頭 它的拳頭還大你知道嗎 大家猜對了嗎 這裡就是屏東縣的流球箱 趕快跟我一起去這南方的孤島 感受滿滿的人情愛好海味吧 琉球箱位在台灣本島的西南外海 是屏東縣內面積最小的鄉鎮 由於四面環海 擁有豐富的魚類資源 自古以來居民就靠漁業為生 所以你會發現啊 這裡的漁船 可是比街上的車子還要多呢 想來這裡的唯一交通方式 就是搭船啦 只要確定好時間與航班 買票就可以準備出發囉 我已經約好在地友人 要帶我們去玩拖拖了 Bingo…來了… 我等你很久了 真的好讓你等很久了 終於到了喔 Bingo這邊要靠你了耶 到流球第一件事情 當然就是要租機車啦 我已經幫你好這台機車 這台是不是 對 謝謝… 不得不稱讚一下Bingo 整個就超貼心的啊 連來小琉球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都幫我準備好了耶 他說啊 在這裡騎車環島一圈 只要四十分鐘 看來啊 我可以悠閒地欣賞一下 這島上風光了 不過啊 Bingo說 既然來到這 一定要讓我感受一下 大海的熱情 他已經把我約好教練了 要我去海邊等 哇 教練 今天你要來帶我服務前 可是我覺得很可怕耶 你看 外面浪超大的 這樣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因為現在的目前是水水風 這邊是營風面 所以說這邊的風會比較大一點 這樣會不會有危險啊 這個還在安全的範圍裡面 那下面有什麼可以看的啊 下面喔 下面的話 除了一些熱耐雨之外呢 那我們還有一個神秘嘉賓 在海裡面整個門 好神秘喔 還有神秘嘉賓耶 對… 好 那如果待會看到神秘嘉賓 記得要過給我看 OK 沒問題 好 我們下水之前呢 我們會在錢的地方 讓你們做一個練習 練習完之後我們才會 讓你們下水 OK OK 好 GO吧 GO 天啊 不知道是幸還是不幸 居然讓我遇到大浪 你看 我根本舉步為堅啊 但教練說很安全的不用怕 我想為了神秘嘉賓 只好撩下去了 不過還是提醒大家喔 下水前記得一定要適應水溫 並且要做好安全措施喔 哇 海上跟海底下的世界 怎麼差這麼多啊 你們看 有泥帽耶 還有好多好漂亮的熱帶魚喔 簡直就像是天然的水族巷啊 欸 等等 你們有看到圓圓那是什麼東西嗎 怎麼樣 那個力氣龜超大隻的 這個教練說的那麼神秘嘉賓 就是那個力氣龜耶 你們剛剛有看到嗎 好 應該有兩個火這麼大喔 我剛剛第一次這麼近距離 看到綠蜥龜超興奮的 他剛剛跑超級的 都覺得 就像浮浮浮浮掉了 琉球是全台離島中 唯一一座珊瑚礁島 附著著藻類 才能吸引這麼多豐富的魚種 聽說也就是因為這樣的環境 所以得到這麼多綠蜥龜的肯定 讓他們願意在小琉球定居下來 天啊 你們看 這裡又有一隻耶 哇 離我好近喔 好療癒喔 超近的 OK 我剛剛覺得好可怕 超怕他養我的 他的頭啊 還浮出水面 還有一點點 換氣一下耶 不要看頭 我的前頭還大你知道嗎 超可愛的 而且我們剛剛不只有一隻喔 他看了三隻耶 我來下來十幾回 後面看了三隻 所以你教練一下 你說下面有幾隻綠蜥龜 目前看到三隻 因為海綠蜜 它是活動 它有活動型喔 嗯 我最多一次遇到下面去看 看幾隻 九隻耶 雖然在台灣有很多地方可以浮潛 但是只有在小琉球這裡 你才有辦法一次跟這麼多的綠蜥龜 近距離互動喔 加上運氣如果不錯的話 你還可以跟我們一樣 看到它浮出水面呼吸一下 不過還是要呼籲觀眾朋友 愛牠就千萬不要碰牠 綠蜥龜可是寶玉類動物 只可遠慣不可洩萬煙喔 話說啊 這浪也太大了吧 趕緊上岸去了 嚇到神秘嘉賓了 而且現在那隻神秘嘉賓 就在我旁邊 超大隻的蜥蜥蜥龜 對啊 我覺得好恐怖 而且我剛剛不覺得 我剛剛要咬我的感覺 其實牠不是在咬你 牠旁邊在一個 旁邊有一個 那個海藻那隻 它其實是想吃海藻 不是想吃我 蠻不吃的啊 而且因為牠的頭真的很大 然後尤其你在這個 就是潛水鏡啊 你有感覺放大的感覺 有放大 我覺得牠的頭比你頭大顆喔 哪有 其實在我們這個海域裡面 算是比較常出現的一隻海藻 而且很奇怪 真的嗎 所以你有幫助 我們這邊的那個 我們這邊點點的教練 都叫他小輝 叫他小輝 只能說教練選這個地方 實在太厲害了 居然讓我連續看到這麼多 這麼近的綠蜥龜 真的很想給龜龜 一個大的擁抱耶 在海裡這麼久 也花了不少體力 肚子都在叫了 騎車去街上看看 有什麼好吃的好了 哇 好吃喔 你來烤什麼 烤油魚 烤油魚喔 很香耶 很香喔 來看看 好喔 我先吃一下 好 來到小琉球的街上 保準你聞到這個 正正烤油魚的香味 也會跟我一樣 停下車來匹香一下 不過 這好像跟我以前在香腸攤 看到的不太一樣耶 哇 阿嬤 這很香耶 對 這先烤油魚 可以吃嗎 再烤油魚 每天都要洗才吃 對啊 現在烤魚 變得很長耶 對啊 好酷喔 牛肉就是有青 新鮮 新鮮才能尬那麼長喔 對 哇 阿嬤很好看 你看 超長的 那在旁邊 是不是覺得很像 可以寫春聯的 超長的耶 你看 哇 尬我的腳差不多長了 你看 不知道是我的腳太短 還是這個魷魚太長 我不知道耶 以前啊 我只有在香腸攤 看過夯的魷魚 還沒有看過用尬耶 不過看大姐 把一小片魷魚乾 變成那麼長 好像很簡單喔 我也要來試試看 嘿嘿 自己的魷魚自己尬 烤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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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燙耶 好 阿嬤 你每天都尬都不燙 一樣耶 沒有關係啊 阿嬤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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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香 對 阿嬤有 注意 差點夾到我自己手 嚇死了 阿嬤有嗎 阿嬤有很多人在尬嗎 以前 好像二十幾年前 那時候 有四十個在尬 有四十個喔 真的老不老 還要下來了 沒有人在尬 是喔 像我們這位 幾個在尬而已 真的好像一千四五五六個而已 各位啊 不要小看這個活 沒那麼簡單 你以為只有用這個改良的小甘蔗筋 滾來滾去就好了嗎 這可是不僅需要技巧 還要適時的調整鬆緊度 哇 我才尬了一下 手就痠了耶 何況大姐已經尬了快四十年了 難怪啊 苦力的工作 剩沒幾個人在做了 看樣子我也幫不上忙 只能來試試看口味囉 哇 烤過的魷魚特別香耶 而且你知道因為有尬鬼 所以感覺吃起來真的是比較Q耶 是 而且腳好薄 很好吃耶 而且這個真的是會一口接著一口吃 有大海的味道還鹹鹹的 好好吃喔 除了原味魷魚啊 大姐後來還獨家調製出蜜汁口味喔 再加上自己種植的朝天椒 調製成辣味炭烤魷魚片 還有古早芝麻及海苔等多種口味 讓買的客人有更多的選擇 來這海中小島 可別湊過這大海濃縮的滋味喔 如果我贏你的話 那你要送20包給觀眾好嗎 欸 你們慢一點好不好 等一下老爸 我根本撿不起來耶 在琉球的街上 除了鎮鎮的魷魚箱之外 你們知道嗎 這裡滿街都是麻花捲的店家 琳琅滿目 看了我都不知道要挑哪一家了 不過今天我幫大家找的這間麻花捲 是不是最好吃的我還不知道 不過我保證是島上最大家的 欸 寶哥我剛剛一路走過來看到 那個小琉球路上都是麻花捲耶 為什麼小琉球的麻花捲這麼有名啊 麻花捲的由來應該是 之前是那個美金在台灣的時候 他有配給那個麵粉 然後那個一般家庭主婦 就做一些麻花捲 讓那個魚鱗 讓魚鱗帶出去外面做鐵心這樣 寶哥這看起來很簡單 我覺得我也可以幫你一起做耶 你那麼年輕應該可以吧 可以喔 應該是動作很流量啊 對… 天啊 你們看看這裡各個活像機器手臂 一個粗的比一個還要快啊 寶哥跟我說 這些姐姐可都是島上的新住民 原本都沒有穩定的經濟收入 但卻非常努力 才想說找他們一起幫忙 又可以幫他們貼補一下家用 何樂而不為呢 難怪寶哥可以從20坪的小工廠 做到現在260坪的工廠 可真是戳出經濟哲學啊 不過我看這個粗麻花捲 應該是難不倒我 趕快偷學個幾步 說不定我還可以變成達人 寶哥 如果我贏你的話 那你要送20包麻花捲給觀眾好嗎 沒關係啦 好喔 你說的喔 那我們現在要比賽一分鐘 開始的時候做得很快喔 好 可以… 等一下…我要先準備一條起來 你看大家要準備好耶 這個姐姐她都已經先拉開了 不行… 我要多拉出來幾條 計時開始 你們慢一點好不好 你們看手要沾一點那個… 沾一點水 沾一點水喔 沾一點水喔 我根本撿不起來耶 我根本撿不起來耶 3…2…1… 耶… 我覺得我贏了你看 做了好多喔 姐姐你輸了啦 你看 2…4…6…8…10… 11…你看寶哥幾個 8…9… 耶…我贏了 那有20包可以送觀眾了嗎 可以… 謝謝寶哥 好…不客氣 姐姐 抱歉啦 雖然我是靠頭吃不採 贏得勝利 不過我可是幫廣大的粉絲謀福利喔 這看似簡單的動作 的確是不簡單耶 這裡啊 除了簡單衛生的生產線外 寶哥與其他間麻花捲 最不同的地方啊 就是他靠烘培起家 所以發明了轟炸的方式 製作出香脆且低油清爽的口味 哇 好多口味喔寶哥 你們超厲害耶 一個麻花捲可以研發這麼多口味耶 對啊 那這麼多口味 有哪幾種口味特別厲害 推自我一下 這個香辣 香辣口味 對對對… 這很特別耶 這個辣得很香耶 而且它不是很辣 這個好吃… 就是吃起來甜甜 然後又鹹鹹的 然後配上他們那個麻花捲啊 是很酥脆的 不會讓人咬不下去的感覺 這很酥脆的 而且寶哥 你們家的麻花捲 吃起來都不會油油膩膩的感覺 對對對 因為我們家的麻花捲是 半油炸半蜂蜓 所以它泡在油裡面時間比較短 含油量比較低 所以它吸油也沒有吸得這麼多 對對對 拿起來這個都不會油油膩膩的 真的嗎 我吃過這麼多的麻花捲 寶哥加的真的一點都不油膩耶 喔 這種滋味 難怪越吃越順口 啊 差點忘記 我跟冰狗有約耶 嗨 冰狗 嗨 嗨 我來了啦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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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點多了 你幹嘛跟我約要走 你都不知道 九十九當地的宵夜 就是要在這邊等 宵夜 吃宵夜要剩海鴻的 對 等一下帶你去就知道了 好神秘喔 原來Bingo 是要帶我來找宵夜的食材 可是這裡四處黑媽媽的 有點可怕 這很像海鮮 對 牠住去斷掉之後 牠會一直在找 喔 是喔 生命力很強 牠在我手上爬覺得喵喵 很像蟲在手上爬耶 Bingo 你說阿頭來看秘密就是這個喔 對 這是什麼 這群人都會搭竹筏出去 然後縣埔有進來之後 然後再獻賞賣賣賣 所以現在你看 魚還是如果摸亂跳的 有沒有看到 對耶 他們都知道說 這附近誰有在 所以說 當地人都知道說 會去他們家等 包括這邊的餐廳 就是會去他們家等 他大概什麼時候會上岸 他就會去那邊等 好特別喔 所以真的只有在地人才知道 對才知道 對 原來這些魚是這裡的漁民 約莫下午五六點 就兩兩相約出海去抓的 不僅可以賺些外快 還可以賣給需要的人 真的是一減力購耶 不過說了這麼多 Bingo趕快跟上去啦 不然等等魚被買光了怎麼辦 他帶魚回來啦 我們現在是要來這邊買一隻 我們現在來到漁夫的家 他剛才在岸上嘛 然後馬上在他們家前面 就開始賣 他打多少魚 賣多少 然後先到的當然是先選嘛 你喜歡什麼就先挑起來 要不然 你沒有先選 等一下就不滿意 你感覺對一下 應該沒有人再跟我搶魚吧 因為我們先到啊 我們先到 我們當然要先選啊 那你趕快跟我說哪一隻好吃啊 哪隻好吃 對啊 這個火的當然是最好吃 這是頭條嗎 對 你看還會動 真的耶 它的點都還在動 頭條 你怎麼會買 他在咬我耶 你看 新鮮的 你知道新鮮的套條啊 一摸它 它的那個點點還會動 對 對 這就是新鮮的 這個就是剝皮魚 這個很好吃 我知道 剝皮魚是不是皮子今天剝開 然後裡面的肉很鮮 對 好 那這個我要這個 煎嘴比較好吃 煎嘴比較好吃 今天是剛打上岸的 你看都沒有冰過喔 真的耶 都沒有冰過沒有冰過的 而且它身體都冰冰的 因為剛從海上上來 從那個天然的大冰箱上來 哇 物美價廉 還可以做初步的處理耶 這種在地才有的美味啊 我想不是內行的 絕對吃不到 看到大姐俐落的處理鮮魚 讓我想到這一隻隻的魚 卻是得來不易 是大哥每天下海去抓的 俗語說 逃海人三分命 想必在這豐收的背後 家人每天有著多少的擔心和害怕呢 大哥 自己也是捕魚的嗎 對 你自己也是捕魚的 然後還要來買這邊的魚 不是捕這種魚的 你不是捕這種魚喔 對 你是捕大型魚喔 對 但是你還是覺得 小條魚比較好吃 這種比較有味道 這種比較有味道喔 真的喔 我覺得那個小琉球的人 真的是滿會吃魚的耶 你看這麼一 一天沒吃魚 怪怪的 一天沒吃魚 怪怪的 對 哇 就厲害就厲害 又要吃魚 你看 我跟你講 還好我有心帶你來 要不然你看 後面就被大哥買走了 真的啊 因為我剛剛其實在選魚的時候 這個大哥就已經虎視單單了 對 在看著我說 你不要再選那一條了 我要那一條這樣子 小琉球人果真的是 一日不吃魚食之無味啊 難怪Bingo這麼戰戰兢兢 生怕妹妹我 就是沒吃到最新鮮的海味 這樣可是會辜負他的心意喔 喔耶 大豐收 準備回去民宿 準備吃宵夜囉 你知道嗎 現在已經十點多了 現在是什麼時間 小琉球的深夜食堂 對 宵夜時間 其實晚上那個小琉球 因為這邊熱溫差還滿大的 然後晚上一邊聽著海風 一邊喝熱湯 超酥的 那是不一樣的享受 只有這裡才有 只有小琉球才有 只有小琉球才有 喔嗨唷 昨天太晚回民宿了 居然錯過這麼美麗的景色 也忘記好好介紹這個 座用180度的海景小木屋了 這間今年才剛開幕的民宿啊 除了舒適的住宿環境之外 還可以晒晒日光玉雨蕩蕩秋千 你所看到的一草一木 都是民宿主人王大哥 一手設計打理的喔 不過你知道嗎 王大哥可是大有來頭 他的女婿 可是響叮噹的職棒選手喔 月軒 早 欸 冰狗 早安 欸 早安 欸 但冰狗 你昨天跟我說要帶我去看秘境 但都過了一個晚上耶 你還沒帶我去 我現在就帶你去 嗚呼 終於要去秘境了 喔 好期待喔 冰狗說 他這次要帶我來的秘境 可是王大哥的私房景點 第一次曝光喔 哇 走 這很可怕耶 而且那旁邊都是珊瑚礁岩耶 這個路是沒有人走過的 所以說我們要特別小心一點 好 秘境就特別難走 所以要小心 好 當然 如果秘境很好走 我想那就不是秘境了吧 就是因為閒少人知道 所以這裡的路才沒有被開發 雖然難走 不過好在冰狗有叫我穿防滑鞋 不然啊 這裡四處都是珊瑚礁岩 可是會割傷我的蜜大腿的 冰狗 這裡真的好棒喔 真的是秘境耶 當然 你看一下這邊的景色 超漂亮啊 這個潮間帶真的超漂亮 而且從民宿看下來 就可以看到這一塊秘境耶 超棒的 超棒的 這是什麼 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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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好像神喔 對 它會生收喔 看起來是不是像蛇 我超怕蛇的 我覺得它有點噁心 可不是我在避鬼避管 我真的很怕像蛇的東西嘛 不過你看 活香壺 海膽 螃蟹 蝦鍋 還有熱帶魚 這根本就是免費的生物教室嘛 冰狗說就是因為這裡 每日時的海水漲退潮 年度 溫度等環境變化 所以才造就了豐富而特殊的 有生態樣貌喔 來 它好像 這個叫蜈蚣 這個叫蜈蚣結蛇尾 很多人喔 看到這個 這個是海星 對啊 這很像海星耶 對 這個叫蜈蚣結蛇尾 我們都講這個叫羊翠竹 蜈蚣結蛇尾 它出去斷掉之後 它還會自己再長 是喔 生命力很強 我超怕把它採爆掉的 不會 妳放心 它生命力太強了 好 我要把它放回去 因為它在我手上爬 覺得喵喵 很像從這手上爬耶 告訴各位 這個祕境 就在王大哥民宿的正下方 想要來這裡的話 必須選擇退潮時間 才能下來享受 絕無僅有的景致 與潮間帶的生態 但即使遇到漲潮 你也不要失望 你還可以從上方的民宿 往大海看 只要你眼力夠好的話 絕對有機會讓你捕捉到綠蜥龜 上來透透氣的景象喔 你們說 這麼棒的祕境哪裡找啊 它怎麼會有這個汁 對 它受到刺激的時候 就分泌出粉紅色 你看這個很軟 摸得很舒服 這個海裡的 它會吸我耶 你看 它在乳中了 好可愛 我覺得有點 它叫指紋海兔 有點噁心 它叫指紋海兔喔 對 全米叫指紋海兔 在台灣本島真的很少見耶 對 可能真的要來小琉球 這生態比較豐富的地方 才看得到 這邊是保護區 除了來這邊走走 往往看這個 看這個潮汁帶的東西之後 還是一樣要放回去遠處 除了垃圾會帶走以外 拍照跟垃圾會帶走以外 其他什麼東西 好 那等一下看到垃圾 我們要記得把它剪一下 Bingo說得對 大家要互相監督 好好的維護上天 給我們這麼棒的示威桃園 這個私房景點啊 讓我彷彿置身在無邊境游泳池 整個大海都是我的遊樂園耶 吹著海風 享受著難得的自衣暢快 對於一般忙碌的上班族而言 絕對是一段可以隨時拎起行囊 出發的小旅行 小琉球如同一隻神仙 遺留在台灣外海的小鞋 島上住著一群海上天使 總是帶著滿滿的熱情 用最親切的海口腔迎接每一位旅人 難怪啊 這裡的空氣特別令人想念 別忘了趁著琉球還帶一點羞澀的時候 來感受一下這裡的在地風情喔 跟著我的腳步 紀錄屬於我們的國度 走遍每條道路 尋找鄉鎮在地民物 我是瑞萱 我們下週民物之見